現在我們來想一想這個題目 君君呢,騎了腳踏車 每分鐘可以騎四分之一公里 OK 然後呢,如果他要騎到一一家的話 那麼呢,要花三又三分之一分鐘 請問呢,他們兩家 就是一一家距離君君家有多遠 其實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意思就是君君花三又三分之一分鐘 到底可以騎多遠 因為他騎的距離就是君君家到一一家的距離 那麼這裡講得很清楚啊 君君每一分鐘可以騎四分之一公里 所以一分鐘呢 這裡到這邊就是花 就是騎了什麼四分之一公里 英文是km 這是一分鐘 那再花一分鐘呢 就是再怎麼樣 再多走四分之一公里嘛 那再花一分鐘呢 就是再走四分之一公里嘛 所以這裡是不是就是什麼四分之三嘛 就是四分之一乘以三對不對 最後呢,最後還有三分之一分鐘的時候 我們知道最後原本如果也是騎一分鐘的話 是騎這麼遠 可是實際上最後只騎三分之一分鐘 所以最後應該只多騎這個樣子 多騎三分之一分鐘 OK,那代表這一段呢 那代表這一段呢 應該是什麼 然後再加四分之四分之一 就是一個基本的乘法 OK,怎麼相乘 那第一個呢 我們學過一件事情 遇到代分數怎麼樣 把它換成假分數 所以呢,這個等於 然後呢,我們裡面的思維 其實是換成假分數 就是把代分數換成假分數 好,換了以後呢 我們就得到的題目變成是四分之一乘上 三又三分之一換成假分數是什麼 三分之十嘛,對不對 OK,所以呢 兩邊相乘的時候 可以做什麼事情 可以約分,OK 那怎麼約呢 兩邊各自可以約 這邊是約二 然後呢,這邊也約二 得到五 所以最後算出來的答案呢 就變成二乘三是六 然後上面一乘五是五 OK,所以得到的結果就是 距離有六分之五公里 這麼遠